不用电,也不用油,利用自来水的压力就能制作出一套全自动的灌溉系统 这套灌溉系统不仅喷洒的面积大,而且喷洒出来的水也是非常均匀 更重要的是它不需要人为的进行操作,只需打开水龙头,就能实现全覆盖的胶水 这套装置它的制作方法和用到的材料也是比较简单 主要用到的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接头还有三通 现在是给这个三通连接上两个螺纹的接口,还有一个水管的接头 随后是找来一个尺寸大一点的橡胶垫片,把它套到中间这个接口的上方 然后找来一个家里用完的废弃油桶 这里先将它的盖子做一下处理,这个盖子要给它接到接口的上面 所以是要给它的中间先开出一个孔 开完再用砂纸给它打磨一下 这个孔开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下不能开太大了 不然搞漏水了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现在给它套到接口上后,还要在里面再给它塞入一个垫片 然后继续给它拧上一个接头 搞定之后就可以把它与油桶进行连接了 这里如果有对这个装置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赞把视频收藏一下 老家有朋友搞农业种植的 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 这个灌盖装置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制作 能为需要的朋友节省下不少的精力和时间 现在把两根管子给它连接上去之后 这个制作其实也是差不多了 现在就是给这根管子包裹上一层防水的油纸 然后用一些铁丝给它缠绕一下 再贴上一些胶布防止漏水 上面则是扎出一些洞洞 这样利用水压就可以形成一个喷洒的效果 最后就是根据实际的场地需求 再准备一些水管 该加长的给它们加长 该拐弯的给它们进行拐弯 处理好之后 把三通上的软管给它接到水龙头上 这样就可以利用水压和气压 来实现全自动的灌盖 从视频中也是可以看出 这套灌盖系统喷洒出来的效果相当不错 不知大家觉得这个制作怎么样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制作的话 可以给视频点一下赞 或者留言收藏转发关注 也可以给视频打一下分 满分是十分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打几分呢